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找回宰路 是這系列課程的第...倒數第二堂 那明明是宰路為什麼還要找回來 今天可以來看一下 你是路上學飛被邀進來的舉手 三個弟兄姊妹 因為朋友關係或者是因為 關係而來的被邀進來的舉手 可以算 這些都是喔 那也蠻多的 自己來的舉手一下 會不會應該是 會不會還自己找回宰路 我現在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今天為什麼會坐在這裡 那這兩個問題都不要挑戰喔 好 最近一年有沒有帶過朋友來教會 有 不要入我 然後第二個是 最近一年有沒有機會參與過 study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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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為什麼會問這些問題呢 其實這些問題都是 我們今天為什麼在這條路上的原因 我們畢竟在一條跟外面的人 可能這個時候你站在這裡上課 可是你的同事 你的家人 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场KTV 或者是在做一些工作上班 所以我们会坐在这里 是因为神的关系 我们会因为 透过教会的这样的课程 我们希望可以更认识神 更认识圣经的话 所以这也是 你会在这条载路的 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有人邀请你 是因为有关系的原因 是因为神启示了你 让你来到了这边 那我们有机会 真的在这个地方里面 在这条路上去帮助别人 甚至去邀请别人 所以别人也会有机会 走进这个载路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边我要讲一个例子 就是我以前 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 我操了个名记 或者我把那天看圣经 那过一个过程中 就会有一些朋友 最后没有做基督徒 他可能就是 studia 最后啦 可能没过 或者是来了两次 就没有继续来 可是我碰到一些朋友 他可能会说 我可不可以呢 做你的朋友 我蛮喜欢你的 我希望我们可以做朋友 继续的能够交在一起 你会发现这样的机会有 会在你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些 还蛮聊得来的 然后也觉得蛮 蛮有缘分的 可以的有 以前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说 好啊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也可以继续 有没有 理想他的话 然后有机会可以 搞不好有机会会来呢 他也会再来 有没有 等到我做基督徒 现在28年了 我发现 没有办法 原来这是两条 不同的平行路 一条在中校通路 一条在你的来路 他是没有交集的 我后来发现 这些朋友呢 久而久之呢 时间的关系 还有就是我们聚焦的 东西不同 慢慢很多事情呢 就没有交集了 很多时候 我们在讲东西呢 其实就没有 没有话题性 那他呢 久而久之也 因为他没有来教会 他也不知道 我们在care什么 那我们的时间也很忙碌 不可能所有时间都 都分配给这样的一个朋友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呢 两条路最终是没有交集的 圣经讲的这两条路呢 窄路跟宽路呢 事实上是没有交集的 马赛菲第七章 我们看十三到第十四节 我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 OK 圣经很直接的提到了 窄跟宽 两种不同的门 跟两种不同的路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说 什么是耶稣所说的窄路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窄路 找回窄路 圣经所说的窄门跟窄路呢 它有什么特点 难走 或者它可能是很难走下去 因为它可能高高低低 它可能有很多的 当然不容易找 人少 刚才讲的人比较少 可能不太多人这样 所以它走起来会有孤单 还有呢 它需要冒险 你可能走的时候呢 不是理想当中那么 那么容易 不像我家的故宫妹 那么快乐可以找 它可能要花点时间 它需要很专注 才能把它找到 还有呢 它必须要很警醒 因为它走过的时候 不是路很快 随便走啊 它可能就要很注意到 很多细节 那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特别 对它讲那么细呢 因为呢 耶稣说呢 是道路跟真理跟生命 那它是一条道路 可耶稣的路 为什么要本来走呢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明白 最多的就是说 原来耶稣不能 不是一个条条大路 通罗马的那种大路 它是小路 那耶稣来到不需要人 可以都来到神面前吗 其实它的考验 真正在找这条路的人的心 是不是真的想要找到这条路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讲 找回载路 当时的动机就是说呢 不要以为我已经在这条路上 就已经 就一定会走完这条路 因为这条路也可能 到时候有岔路 我们就慢慢走了走了 就错过了这条载路 所以这也是一个门徒呢 需要长长的去回想 我们走到了路了吗 还是我们 真的确定在载路上吗 还是我们其实 比较想要找到宽路 因为久了以后呢 其实对我们来讲 慢慢我会开始比较说 宽路其实蛮舒服的啊 我为什么一定要走在载路上面 我只要能够 有没有 临桥有没有 我就可以 慢慢走在一个 比较中间的位置 又不太离开神的道路 可是呢 我也比较舒服的走 可是这个就是 我们要给你回想的 神难道就是要 我们走这样的路吗 神到底这有什么 看这些事情 真言第14章第12节 这段经文呢 是少数在圣经里面 重复出现两次 以为交路 能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OK 我刚才讲了 这个是少数在圣经里面 重复出现过两次 同一段话 它说有一条路 仁以为正 可至终是死亡之路 所以我也很警醒 原来走这条路呢 不是那么初心的 就这样走过去 其实我们要很警醒的 在我们走的路上 去分辨 我们到底是不是 走在一个对的路上 嗯 继续来看 念力比书 第10章23节 耶和华 我晓得人的道路 不由自己 行路的人 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嗯 这样 它说呢 我们晓得人的道路 不由自己 行路的人 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那这个有点 对 哎 脚不是找到我们自己 手上脚上吗 我们是想走去哪 就走去哪 其实它讲的是 走在神的道路上 有的时候呢 我们走 想靠自己的方式 或者想走在人的路上 随时可以走 可是要走在神的路上呢 就要神的意思才能够走 所以有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有习惯一句话 有听过就是说 哎 这件事情呢 你想怎么做 然后可能有些人就会说 哦 我想要想想神会怎么做 到祂的意念来做的事情 对 符合圣经的真理 所以要符合祂的 神的这个想法 对 符合祂的想法 大家不要看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可能是 一个人在分遍道路的时候 很重要的 很关键 比如说 我有没有符合 圣经里面的想法 我有没有符合神的意念 让神的意念来带领 对 包括刚才讲的 可能我又没有在这条路上呢 真的是去顺服 小龙很多的意见 很多属灵的意见呢 说 提出来的跟我所判断不一样 我愿意去顺服这个东西 甚至它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路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东西呢 可能跟你过去的经验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要自我做调整 自我做反省 包括呢 它可能是 比你想更重要的 一个差异 你想的可能只是现在的情况 可是有时候神所安排的 是超过你当时所想的 所以他的安排呢 是你当时无法理解 可能这样也愿不愿意做下去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非常 特别的一个点 当然还有 它是一个成长路 神的路是一个成长路 你可能走过这一段之后呢 你就成长了 就发现你跟以前不一样 还有呢 它是一条活的路 它不是让你引到死路 它是让你不断的去 往活的这个部分呢 去成长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神会同行的路 嗯 因为这个 这个部分代表说呢 神也会走在里面 嗯 不是只是你一个人在走 神也会在走在里面 那这些东西是非常抽象 嗯 我想分享关于我自己 嗯 那秀兰的事情呢 我记得当天 呃 我刚开始的时候 并不会觉得有这么严重 嗯 我记得我到现场的时候呢 我都觉得说 它应该被送到 交病吧 然后呢 可能过一段写中呢 就会好 嗯 你真的很难想象 你说 诶 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会严重到这种程度 嗯 然后呢 当天都觉得说 蛤 已经没有办法放弃急救了 那时候真的是觉得说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美学区 完全没办法想象 然后今天当然还要做一些决定 譬如说 要不要捐出他的这个器官 对我来讲 这是下一步 嗯 因为你捐就代表 所有东西都已经接受 他就是已经放弃了 嗯 那我觉得这条路对我来讲 当时 我记得我刚到 急诊室的时候呢 我跪在门口祷告的时候呢 我还是相信神灵救他 嗯 可是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子 嗯 那这种情况下很明显的 就是说 很多序民慢慢出现的时候呢 哇 这已经是一个不同的路了 嗯 我很诚实地跟大家分享 对我来讲 我当时 觉得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 嗯 你没有办法想象说 第一个是 我跟秀兰的关系 有很多 彼此依赖的部分 那这让我觉得 我走不下去 我没有办法 靠自己 嗯 那虽然没有错 有 两个孩子 那时候还有珍珠 突然觉得说 我一个怎么去照顾这三个孩子 然后我有太多的东西呢 没有办法准备好 因为他的情况是突然 嗯 然后呢又马上就过世了 马上当时要决定 专出的时候呢 还要很理性地 去跟他爸妈搞同 因为要知道 尊重他们的意见 当然他不是说 尊重我的意见 那我当时的想法是说 因为秀兰 我知道他的个子 所以我就 他也签过一张同意书 所以我就尊重了秀兰的想法 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都 每个决定都很困难 因为每个决定都影响到了 怎么走下去这一条路 那现在回想起来 大概六年的时间呢 其实我常常会想说 蛇为什么给我这样一条路 好像走到这个路口呢 突然发现说呢 过去的东西都 突然间一下子都不重要了 就这一条路呢 最深刻 原来这一条 对我来讲真的是载路 载到只有我 是叫我一个人 要去面对的路 然后那样的感受呢 是非常深刻的 就刚才讲这些东西呢 我完全能够明白 什么叫不好走啊 什么叫孤单啊 什么叫做警醒啊 等等的 如果没有一些很深的信念 我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 珍珠后来 大家可能知道后来 他就没办法继续照顾他 他就回到了育幼院 经历这个人还是要走下去 得了育幼症 你还是要去看病 你还是要去看医生 你还是要走下去 你还是要走下去 然后呢 不做全职了 那他做什么 其实每一个决定都困难 我觉得那一条路 几乎是举步维艰啊 每一步都很困难 我觉得基督徒呢 或许吧 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神都会安排某一个转角 有一条小路正在等着你 可能是因为身体 对建制来讲身体的印象很深刻 可能是因为关系 关系的未知 关系未来的发展 关系造成的冲击 关系也会带来很多的茫然 那这个东西呢 谁也在这条路上呢 让你重新学习 怎么面对的一个关系 包括呢 可能是自己跟神的关系也有可能 然后自己在这条道路上里面呢 我越来越深刻的知道说呢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了 是真实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真的会有这种情况 是真的发现 你完全不知道 你要怎么想这件事情 你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判断 怎么样继续种下去 那只有靠神 只有靠神才能够有那样的意念 跟那样的一个信念 跟那样的一个方向感 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个 神的道路呢 不管是单靠神 或者不是我们所想的 或者是我们想的 可能比我们想的更重要的路 或者是神会同行的路 或者是自我反省的路 顺服的路 成长的路 活路 顺服 其实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最近有一个人生的体会 我写在我的FD上就是 顺服就是蒙福 就这么单纯 当你顺服以后呢 你就会蒙很多很多的福分 为什么有很多东西呢 是你在顺服之后才开始 体会到福分 所以在顺服之前呢 很多时候的人会抗争 抗拒 用各种方法 不管是说 人会用自己的 方式去控制啊 或者是用 很强烈的口气啊 或者是 常常有可能会碰到 像弟兄姐妹 他可能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用这种方式来解决 其实这种事情 对神来讲是没有用的 神决定 所以人只能顺服 那结果如何呢 神自然会让你坎进 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 去慢慢去学习的 真言第十章第十七节 棘手殉悔的乃在生命的道上 为弃则贝的便失你的路 呀 其实在这条生命的道上呢 我们常常会有很多东西呢 是需要 棘手 神的殉悔 当我们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容易迷失了路 所以我为什么会 刚才提到说呢 哎我们 知不知道我们在 什么状态里面 常常做一些 你为什么 进到这条路的这件事情 会帮助你 警醒在这条路上 这我最近更深的提问 比如说 当你帮一些人在study的时候呢 你就越明白 你自己是不是在这条路上 为什么 因为你会自己判断 分别人出来 还有当你在邀请别人的时候呢 其实当你很久没有邀请别人 当你邀请别人的时候呢 你会再一次的 回到你当时的邀请的感动 我后来发现 那不是一个责任 那是一个 让你能够走进这一条 生命之道的一个方式 让你能够重新的感受到那一个 当时你怎么走进这条道路的一些循环 那这些循环呢 会让你重新的 知道怎么样去走 走清楚这条路 虽然这个路还有很长 我们可能还看得到终点 可是这条路呢 有些东西呢 我们阶段呢 可以确认 我们要常常确认 我们是不是在这条道路上面 我要讲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最近常有一些话呢 在教会里面 我不特别针对谁 可是 我觉得有些东西呢 我们可能看起来要分辨出来 这个意思呢 其实是有些差别的 譬如说 这个人有没有接地气 最近常常很多人都想说 我觉得你不接地气 然后没有真的很上道这样子 接地气跟在地化呢 是两件事情 我觉得呢 这段经文呢 就在挑战这件事情 我看 雅客书第四章 第四节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 岂不知以世俗为有 就是以神为敌吗 所以凡事想要以世俗为有的 就是以神为敌了 OK 这句话其实蛮挑战的 与神为敌 我们其实没有人敢跟神做敌对的事情 可是有时候呢 是我们很大意的就是 做了神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 就是以世俗为有 我觉得接地气这件事情 意思是说呢 你有没有多了解 这个世俗化的人怎么想 然后有没有去借重 去了解偏重于人的感受 然后呢 比较多的去找到那样的关键 然后不会让人觉得你不上道 理论上好像听起来 还蛮有道理的 可是我记得 我提醒过一个姐妹说呢 其实接地气这件事情呢 在教委里面是不对的 我们是接神的 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多过于我们想要了解 当地地方上怎么想这些事情 因为慢慢发现了 其实年纪的图还好 当我们领导图久了 10年 20年 30年 我们开始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呢 其实已经僵化了 已经没有那种 我们大概什么东西都知道在怎么做 或是我们大概能够判断了 应该哪个比较好 可是很多东西呢 开始别人会觉得说 你没有弹性 你好像有多东西呢 没有太多的弹性跟反应 其实呢 我觉得很多弹性跟反应呢 是来自于有没有跟神的默契 有人问我说 什么叫鼠灵 我说鼠灵呢 其实不是说 坐在这个房间里面呢 因为你已经受洗 差不多20年了 所以比较鼠灵 鼠灵绝对跟年龄没有关系 鼠灵也跟 他是不是Leader 他是不是裁判领导 他是不是摩西 他是不是全职 也无关 不是说因为全职的人就比较鼠灵 鼠灵我个人觉得 可能也不懂戒毒 我觉得鼠灵的意思就是 跟神的默契 就比如说 好像神在 我们刚才跟神一起打球的时候呢 他丢一个东西过来 你把他可以接住 这种默契呢 就会觉得说 哎 你很了解神的想法 那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你对基务人的了解 因为你对过去 你跟神的关系 你祷告 你了解神的意念 或者你通过你生命的历练 你多了解了很多事情呢 是神会这样想 所以你会这样做 就会做神喜欢的事情 多过于是犯错 然后再去回到神要的事情 是你会直接做神喜欢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鼠灵 因为你知道怎么判断 原来神是想要我们这样做 虽然可能做起来 不是那么努力 我们刚才讲 这条道路可能孤单啊 然后这条道路不好走啊 或这条道路可能 很多人可能会反对你啊 可是你还是坚持去做神喜欢你做的事情 这让我想到呢 我记得那时候我工作 已经超过了三十年 然后呢 教会邀请我做全职的时候呢 秀来的父母基人非常反对 因为那时候我也有公司 然后呢也有一段时间记忆 错啊有自己的失业这样子 那突然间呢跟他讲说呢 因为中年 然后失业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然后跟他讲说 不会啦 其实在教会里面呢 我们神一定会让我们有工作啊 很多都没信息啦 因为我也不知道 所以呢那时候呢 我记得跟他的父母沟通的时候呢 他们都非常的不开心 觉得说呢 我们都不用再想 不会判断 然后呢 怎么这么大了 还完全不知道怎么去拿捏 其实那时候我跟秀来祷告很久 我们也知道 这些事情呢 不会太多人太爽 那对我来讲 可是我那时候其实 工作的情况也不错 吸水也蛮高的 然后呢 做这个决定之后呢 他们第一个考虑就是 我也是出于关心啊 我们都知道 父母有时候都是出于关心 可是这关心的背后 当然就是害怕我们呢 就是没有钱啊 然后没办法生活 那这件事情呢 一直到了秀兰离开 然后后来呢 我是吃掉了全职 被他妈妈给你印证 你看啊你做全职 后来就是被这样子 没有被照顾 天啊 不知道怎么解释 不过呢 我心里还是相信 这是神的一条道路 我不能讲 什么时候会有机会 如果教会再要求我 我还是想要服侍神 可能这东西呢 不是人可以决定的 是神决定的 可是在这条决定之前呢 我能够做的就是 预备好我自己 当我所有的预备好的时候 我在这条道路上去预备的时候呢 神可能就会在适当的时间呢 去安排 其实很多事情呢 特别讲 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定 其实呢 包括我自己 我常常也会提醒我自己 我是不是开始与世俗为友 当你开始与世俗为友的时候呢 其实他的话不是一下子的 温水煮情网 他是慢慢的 就是我们想要更多的了解 神的道路要怎么走 可是很多人呢 其实已经忘了 我们比较查的是 我想怎么做 因为认识自己的道路 可是这边讲的 其实呢 我们纵使自己走呢 也不一定能够定我们自己的脚步 因为有时候神的意思 不是要这样子 道路走 我们继续看一下 真言十六章第九节 好 乙吴来 人心仇算自己的道路 唯一何华指引他的脚步 其实仇算的是人的本性 我们常会很多事情呢 会因为未来有很多东西的未知 所以人就开始会很多东西 会思考 会考虑很多事情 那考虑的时候呢 我们都开始考虑的都是自己 那这也是最大的问题 人人都会想到自己 会不会有损失 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呢 是自己没有考虑好 然后遭受到自己不好的一个情况 这个人之常情 人都会考虑到自己的状态 或自己家里的状态 自己的角度 可是呢 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呢 我们常常都说 我们要提醒这样的姐妹 或弟兄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会想 会考虑到她的就是说 她有没有去祷告 她有没有去想过 神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神怎么指引她的脚步 所以呢 这东西呢 除非你自己碰到 不然的话你很多时候呢 你不会有很深刻的感觉到 什么叫做神的道路 什么叫做人的道路 因为呢 她有时候看起来是两条平行路 没有交集的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我们看第六节的前段 我来念好了 这只有前半段 她说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己路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的直接 就是偏行己路 偏的意思就是说呢 偏差 第二就是 我硬要就是偏忙 我就是要这样走 所以我偏行己路 就像羊一样走 神的道路到底是怎样的一条路呢 我们看讲了载路已经有很多特点了 那神的道路会是怎样的一条路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圣经在 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 第八节 第九节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 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 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 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 其实从这段经文呢 我们可以知道 神的道路有些特点 嗯 有些特殊的点 什么点呢 我们可以提一下 你觉得神的道路呢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是我们可以分辨的 无意间你慢慢发现呢 你开始有这种世俗化的想法 或是你有一些世俗化的一些决定 那慢慢之后呢 欸 你就发现你被同化了 当神要帮助你的时候呢 你已经跟外面住手了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前左右 有这个所谓的同伴一起走 为什么因为路太窄了 我刚才讲 虽然那条路呢 我没办法跟你讲说 你站在旁边 或站在右边 因为 你根本没有办法当头的同步 因为我的情况 包括像 小青年到了Steven的事情 应该都很清楚知道 那个时间是只有你一个人在 面对 可是我们前后有流箭 有人 比如说走在我们前面 有人走到我们后面 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去 要跟上 要嘛就是等待别人来帮助 这一条窄路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是充满彼此相爱的 有很多的关系呢 是在这条窄路上呢 可以展现出来的 如果我们在一个很窄 很孤单的情况下 又没有人可以伸手的时候呢 那才真正的是地狱之路 觉得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啊 到底什么是世俗呢 就是用人喜欢的方式 而不是神的方式 就是很直接的一句话 人喜欢的 不是神喜欢的 那什么是世俗为有呢 通常过去我的经验就是 舒服的 让人比较舒服的 得一条路呢 当然不是说你骗他走一个 刀山啦 那你把他看 下刀山啊 上什么 可是基本上呢 其实 人最大的一个诱惑里面 一个就是让自己舒服 嗯 当你在一个舒服状态里面 你就很难解释 那种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 我可能可以要 要常去提醒自己的部分 那我们再看加一太书第六章 我们看第八节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收有生 呀 其实这个东西回到世俗化 跟 到底怎么去分辨 呃 与世俗为有还是与神为有 从这段经文那里可以判断 就是 情欲还是圣灵 顺着情欲呢 就会 嗯 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 就从圣灵收有生 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 啊 透过了 当我们在一个路口的时候 我们在分辨这条路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不是 用着神的方式 在面对 这一个交叉的岔路的时候呢 或是我们是不是面对 是不是常常的确定 我们走在一个对的路上 其实是需要 通过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去分辨 哦 这是对的路 而且就是神要走的路 当一条路方向对了 剩下只有坚持了 嗯 最难就坚持了 嗯 因为路已经出来了 最怕的是我们连路都没有找到 那坚持也没有用 对 那所以我们再回到了 正言十六章二十五节 从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不要 就刚刚才的真言第十四章 是从一章里面 可是 对两个部分的章节 可是它是同样的一段内容 就是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路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对我们来讲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 常常去 啊 反精心去反省 我们 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路上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第十九节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呀 这个是耶稣的祷告 在耶稣的 为本土的祷告里面的一段经文 他说呢 耶稣为他们缘故呢 分别为圣 也叫他们因真理成圣 他要我们分别出来 在这样的人生的这么多 生命的一个道路上面呢 我们可以真的分辨 分辨跟分别 我其实有时候在想 做基督徒二十几年呢 其实最难的 做一个对于门徒来讲 刚开始当然是 吸收神的养分啊 然后看圣经啊 然后常常讲说 什么喝零奶的啊 跟之后什么 吃零粮啊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分辨 分辨才是一个成熟的开始 因为你分辨才能开始 你知道 这个能吃 这个不能吃 这个可能比较 营养的不一样 就要在我们生命一样 慢慢吃东西以后呢 我们开始吃零粮 然后我们会开始 越来越茁壮 可是分辨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分别了 怎么去分别 跟别人不一样 怎么去分别出来 不跟大家同流 这东西都是需要很多的信心 跟很多的操练 其实我当时在想 这一条窄路的时候呢 除了属灵上呢 我其实想要分 想的是 我的亲子关系 我有觉得说呢 很多人可能 都很关心过我跟安安的情况 可能并没有真的很了解 安安是处在什么的动态里面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呢 去分享 以前我也觉得 这是一条很难走的路 对我来讲 这是 除了秀兰之外呢 对我来讲很难走的一条路 可是实际在秀兰这件事情上呢 却因为秀兰的事情呢 让这两条路中间呢 有了一个交叉点 所以我想跟你分享 这一条对我来讲很难走的另外一条路 亲子之路 所以我就想说 我跟秀兰的心已经被伤痛了 他那时候真的是很伤王心 可是呢 妈妈这件事情呢 改变他一生 因为呢 妈妈 车祸这件事情呢 他那一天 其实 车祸当天的时候呢 他在家里睡觉 然后呢 一跟他讲说 秀兰就是妈妈现在在车祸 车祸 然后现在在这件事 他 他 跑过来的 他就穿了一双拖鞋 就跑过来 然后拖鞋 跑过来之后呢 拖鞋还断了 我还记得 那当天呢 就穿了一双 后来别人给他一双拖鞋 然后他就穿了一双拖鞋 就一直守在那个门口 后来他觉得他 来不及跟妈妈说道歉 因为妈妈已经走了 后来他就觉得说呢 他要改变这一切 所以他离开了大阁 然后他也跟里面有分手 然后他后来又回去广州 去上海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要远离这一切 这条路对他来讲 是一条黑暗的路 我常常会要祷告 可是我也知道 对他来讲 要回头不容易 可是只有神他能帮他 如果你走在一条战路上 你可能觉得说 为什么神会让我走在那条路上 其实你只要不要走在那条黑路上 其实就要很多的感谢你 因为黑暗的路完全不会了 我早有时候觉得说 安安只要能够回头 我就感谢神 其实最近的安安找工作 我开始侦察工作 大家买那条路 有时候不让我 可是我常为他感谢神 因为对他来讲 他已经走在一条战路上 他会不会做基督徒 会不会有机会来到教会 这是我祷告的第二点 我也希望他会继续的祷告 坚持不是一个长跑 坚持是一个接一个的短跑 我说路他对的时候 我们就是剩下坚持 坚持的不是好像从头跑到尾 一口气这样跑 其实是一个接一个的短跑 我们其实都在这条路上 不断要坚持 我分享安安的例子 想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每一个都有一条 一个过程 会是在你生命中的某个钻角 是最难的 那当你不过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 其实当时有一个姐妹 因为癌症的关系 我曾经跟她分享过 你可能就在面对这个时候呢 癌症的阶段 可能就是你的这条战路 可是很难讲 神会不会带有新的功课 要你去学习 可是这些学习的功课 不可以讲神的路 是有一些特质的 它是让你能够成长 让你能够往更多的活路 去面对 所以呢 其实坚持不懈去走一条正路呢 不是一个长跑 是一个接一个短跑 最后我想说 当你找回载路的时候呢 那是一条分别为圣的路 也是一条蒙福的路 希望我们能够去 有这样的心思的去思考 这条载路在我生命中 不管是什么原因 关系啦 或者是因为身体 或者是因为工作 因为哪一方面呢 在我生命中很难熬 可是这一条路呢 就是我们要成长的一条路